学完了一审程序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审判的第二段门 请看第16章 二审程序 二审是对一审裁判的一种普通的救济程序 无论这个一审是通过普通程序审理的 还是简易程序审理的 甚至素材程序审理的 只要有上诉或者抗诉 那就可以触发这个二审程序 好 那么我们在整个行诉流程图来看看 二审到底处于行诉的流程中的哪个位置呢 一个标准的公诉分为五道门 从立案到侦查到起诉到审判到执行 那审判作为整个行诉流程中的第四道门 但是呢 走进审判大门里面是个大院子 对吧 有一审 有二审 有复合 有再审 很显然 在审判的四道门里面 二审处于第二道门 那请大家注意啊 二审程序 不是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 就是有一审不一定有二审的 一审后啊 在上诉抗诉期内 如果没有提起上诉抗诉 那上诉期届满 那这个裁判就生效了 就不会启动二审 所以二审不是必经的 知道吧 一审才是必经的 二审不是必经的 好 第二个呢 请注意 这个二审啊 并不等于简单的二次审理 一个案件经过二次审理 可能还处于一审阶段呢 你比如说啊 这个一审法院做出的裁判 没有上诉 没有抗诉 后来这个一审裁判生效之后呢 这个一审法院发现 当初这个裁判有错误 于是决定启动再审 同学们 这个一审法院 对自己的生效裁判 启动再审 那还是按其审 还是按一审吧 所以二次审理 他未必是二审 听到了吧 好 或者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发回到原法院重审 那这个重审 很显然也是二次审理的吧 但是呢 他并不是二审程序 他是一审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 请注意啊 二审不等于简单的二次审 第三个呢 请注意啊 就法院有四层楼 基层中院高院最高院 除了基层法院之外 其他法院都有可能成为 一个案件的二审法院 但基层法院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成为二审法院 为什么 因为基层法院永远成不了 任何法院的上一级啊 我们说二审法院 一定是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吗 而基层法院永远成不了 上一级 所以基层法院这辈子 也不可能 使用一个二审程序来审理案件的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知识框架图 来浏览一下 二审程序的那些黄金考点的分布啊 首先呢 二审程序的概述 我们主要了解一下 二审的概念 以及它的几个特点 这个特点 刚才我提到了啊 二审不是必经的 二审不是二次审啊 然后呢 基层法院永远成不了二审法院 这几个特点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然后呢 二审的启动程序很重要 我们说二审的大门 它不会自动打开 要通过上速抗速的方式 来敲开这道门 那这个上速抗速 就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啊 尤其要注意一下 上速抗速有些方面的区别 你比如说 它们在主体上不同 在理由上不同 在方式上不同 在递交途径上也不同 这个不同点 就是黄金考点 好 然后呢 二审的审理 尤其是二审审理中的 两个原则 全面审查原则 和上速不加行原则 这简直就是七星钻石考点 尤其上速不加行 只要考二审 一定会考的 所以这一定要作为重点啊 来掌握 然后呢 审理方式也要注意 就是二审到底开不开庭的问题 原则上可以不开 但特殊情况下一定要开 所以只要考二审 总有一个选项 问你这个案件 到底要不要开庭 所以那个开庭的口诀 一会儿一定要背下来啊 好 然后呢 审理后的处理结果 一定要注意 二审裁判 就这么三种结果 维持还是改判 还是发挥 一会儿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具体的问题 要做出相应的处理啊 好 还有就是特殊案件的二审 我们说越特殊的问题 越值得考 比如说自诉二审 有什么特点 共犯考二审 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刑事负担民事 考二审 又有什么特点 这个特点 就是高频考点啊 好 然后呢 讲完了二审之后呢 别忘了 在审判中 还要对查扣动的涉案财物 以及他的自息 来做出相应的处理 好 最后呢 别忘了 两审中审 还有一些例外 你比如说 法定型以下量刑的案件 如何报警 最高院核准 以及最高院如何核准 这些都是重要的黄金考点 好 同学们 通过这张图片啊 我们浏览到了这个二审这一章啊 有哪些黄金考点的分布 一目了然了 来 接下来 我们来打开第49讲 二审程序的提起 关于这个二审程序的概述呢 就不要去背了 我们简单浏览一下吧 所谓二审 就是二审法院 针对上诉或抗诉 对一审未生效的裁判 进行审理 要遵循的程序 这个就不要背了啊 然后呢二审程序有些特点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嘛 比如说啊 二审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必经程序 它不是必经程序 然后呢 二审也不等于简单的二次审理 注意啊 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二次 因为二次审理可能还是处于一审程序 对吧 好 还有呢 就是除了基层法院以外 其他的所有法院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案件的二审法院 但基层永远成不了某一个法院的上一级嘛 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二审法院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解一下二审的启动程序 好 在讲解之前 我先提两个问题 大家帮我判断一下啊 我说 一审是二审的前提 一个案件 没有一审就不可能有二审 对不对 对啊 我们说一审是起点啊 是初次审理 它是一个必经环节 没有一审就不会有二审 这句话没错 来再来一遍 我说二审是一审的继续和发展 一个案件 有一审就一定有二审 对不对 很显然 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二审那道门 你不去敲 它永远不会开 我们说法面是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嘛 不告不理嘛 你不敲它的门 它是不会打开二审的门的 那怎么打开这个二审的门呢 这个敲门的方式 就是一会儿我们要重点讲解的 上诉和抗诉 这个上诉抗诉是启动二审的两种机制 同学们简单说 上诉是谁去上 简单说就是人去上 抗诉是谁去抗 简单说就是检察院去抗 同学们听到了吧 人不服这个医生裁判 是上诉 检察院不满医生裁判 叫抗诉 这都是专业术语 来接下来 我们就好好地给大家讲解讲解 这个上诉抗诉在主体上 在理由上 在期限上 在方式上 在递交途径上 甚至呢 在这个撤回的这个机制上 看看他们有哪些区别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上诉抗诉的主体 哪些主体可以上诉抗诉呢 刚才我提到了 上诉的是人 抗诉的是简 那接下来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哪些人可以上 哪些简可以抗呢 来 首先我们说啊 有独立上诉权的人 我教你个方法 叫排除法 除了被害人以外的 所有当事人 以及法庭代理人 都是有独立上诉权的 同学们 用排除法特别简单吧 除了被害人以外的 所有当事人 以及法庭代理人 都有独立上诉权 有同学不理解 为什么要除了被害人呢 为什么 因为被害人的诉 是检察员提起的公诉 是检察员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 你被害人 只不过是一个打辅助的 打辅助的是辅助控诉的 知道吧 所以实在你不满意这个结果 你可以请检察员去抗诉 听到了没有 因为被害人 这个诉不是你自己提起的 所以你不能自己去上诉 好 另外的请注意啊 所有当事人 除了被害人以外 你还看他的身份 有些当事人呢 他叫附带民宿的当事人 他虽然也可以上诉 但他的身份是民事部分的 他的权限只能给予民事部分 只能对民事赔偿不服 可以去上诉 听到了吗 好 这是独立的上诉主题 什么叫独立的 就自己说了算 那还有一些人 自己说了不算 但经过被告人同意 还是可以的 那叫非独立的上诉权 是被告人的金星署 被告人的辩护人 经过被告人同意 还是可以去上诉的 这叫非独立的 同学们听到了吧 这是我们讲的 可以上诉的那些人 好 那抗诉的检查院 是哪个检查院呢 是医生法院 门当户对的 医生法院 同级的那个 地方客级人民检查院 同学们 为什么强调地方呢 说明没有最高检 为什么 因为最高院 他在天花板上面 最高院上面 已经没有法院了 所以最高院的裁判 是一审终局的 所以最高检 是永远没有机会 提出二审抗诉的 同学们听懂的逻辑了吧 因为最高院 一审终审了 不可能提起二审抗诉了 所以是地方各级检查院 不包括最高检 好 然后刚才我提到了 被害人是唯一 没有上诉权的当事人 但是我说了 被害人和他的法庭代理人 对一审判决不符 还是可以请求检察院抗诉 同学们不要偷换概念啊 被害人不是说自己去抗诉啊 他是请检察院 求检察院去抗诉啊 还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他只有对一审判决不满意 才可以请检察院抗诉 对一审的裁定不满意 就没有这个权利 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前面刚刚学过的呀 判决是针对什么 实体问题的 对实体问题的判决 他可能关乎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 所以被害人不满意 可以请检察院抗诉 如果是个裁定 裁定主要解决的都是什么 程序问题 这程序问题 跟你就没有什么切身利益的关系了 要监督也是人家检察院去监督啊 程序如果有问题 检察院是可以对这个裁定去抗诉的 但是你不能请他去抗 只有这个判决你不满意 关乎你切身利益的时候 你才可以请检察院去抗诉 这是为什么被害人只能对一审判决不满意 可以请求抗诉 为什么对一审的裁定不满意 就不能请求抗诉 听懂了吧 当然了 如果下次考试问你说 对一审的判决和裁定 检察院能不能去抗诉 检察院想抗 当然是可以的 但你请他去抗 只能针对一审的判决 因为只有针对实体问题的判决 才会关乎你被害人的切身利益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好 这是关于上诉抗诉的主体 就说完了 同学们把书放下 来一分钟背一遍 谁可以上诉 用排除法 除了被害人以外的所有当事人 以及法定代理人 有独立上诉权 被告人的经亲属和辩护人 经过被告人同意 有非独立上诉权 检察院就是一审法院同级的 地方人民检察院 是有抗诉权 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只能请检察院 对一审的判决 提出抗诉 好 来我们热身一下吧 通过一个小案例 来加深一下印象 你比如说 同样一个案子 罗某和张某发生口角 罗某一怒之下 顺手将项某放在桌上的手机 打向张某 致张某轻伤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轻伤 重轻尾气通知住三下 那都是轻微刑事案件 是可攻可自的 所以同学们就一定要审题了 因为这个案件 可以走公诉 可以走自诉 走不同的诉 就会出现不同的身份 那么相关的权力 救济方式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 如果张某提起了自诉 那马上 大家反应过来 张某提自诉 那张某这个受害者 他应该叫什么人 叫自诉人 那请问 自诉人对本案的判决不服 能不能上诉啊 可以啊 所以这道题 可以上诉的是 张某和罗某 张某虽然是受害者 但在自诉案件中 他叫自诉人 他自己提的诉 那他就可以上诉啊 对不对 然后罗某是被告人 也可以上诉 你看双方当事人 都可以上 但是假如啊 假如这个轻伤可攻可自 如果是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那马上身份就不一样了嘛 提起公诉 那这个张某作为一个受害者 他就叫被害人 被害人是刚才我讲的 唯一不能上诉的当事人吧 所以那这个案件能上诉的 就只有被告人罗某了 你这个被害人 张某就不能上诉了 同学们 大家听懂了没有 同一个故意伤害案 为什么上一道题 张某可以上诉 因为他是自诉人 但下面简单提公诉 那张某就是被害人 他就不能上诉 这题目出的非常好 对吧 好 来接下来请看第二个问题啊 关于上诉抗诉的理由 同学们 上诉因为是人去上 要充分保障 相关的这个当事人的上诉权 对吧 这个所以就非常的灵活 因为很灵活 所以上诉就不要求理由 但是抗诉 是检察院代表国家 去行使法律监督权 就不能任性的监督吧 所以你看 抗诉必须是 认为医生裁判 确有错误 就说明 抗诉是要理由的 上诉是不用理由的 我教你一个记忆的小技巧 你就记住 因为上诉是人 抗诉是减 所以上诉就很灵活 抗诉就很严格 什么叫严格 就必须要理由嘛 你看不能任性的抗诉吧 要行使法律监督权吧 对吧 不能任性的抗诉 但是上诉很灵活 我想上就上 不能用任何理由 剥夺我的上诉权 所以你看有些当时 他写那个上诉理由的时候啊 就很酷 怎么酷呢 他就写四个字 老子不服 同学们你看 只要写老子不服 就可以启动这个二审啊 因为他不需要理由嘛 听到了没有 好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因为上诉很灵活 所以就不要理由 抗诉很严格 必须有理由啊 来下一个问题 上诉抗诉的期限 同学们 上诉抗诉的期限呢 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对判决都是十天 对裁定都是五天 无论上诉还是抗诉 他们遵循的是相同的期限 针对判决十天 针对裁定五天 同学们顺便咱们对比一下 在民宿中 对判决的上诉期是多少 那是十五天 对裁定呢 是十天 如果你搞混了 记住啊 民宿的期间 都比刑诉期间要长一些 好 这是关于上诉抗诉的期限啊 就统一背诵就可以了 但是呢 请注意啊 万一是附带民宿 同学们请问 附带民宿 它的上诉期是多长呢 是根据刑诉法来 还是根据民宿法来 同学们 咱们刑诉解释是专门有规定的啊 附带民宿的上诉期 应该按照刑诉法的规定 所以判决是十天 才定是五天 这一点要跟着刑诉法来 同学们听到了吧 虽然我说附带民宿本质上是民宿吧 但是呢 它的上诉期限 要根据刑诉法来啊 好 大家知道 在这个期限内 它是可以反悔的 它一开始 它说我不上诉 但是后来后悔了 又想上 可不可以啊 可以 我们就以这个期限内的最后一次意思表示为准 你甚至可以上了撤了撤了上 上了撤了撤了上 反正以最后一次的意思表示为准 听懂了吧 好 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上诉抗诉的方式 哎 同学们刚才我讲过上诉很灵活吗 既然很灵活 那书面口头就都可以吗 但是抗诉我讲过很严格吗 既然很严格 那就必须是书面的方式吗 同学们你看 我这个规律还是很好记得 对不对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上诉很灵活 因为是人去上 所以很灵活 所以呢 就不用理由 对吧 然后呢 很灵活 你看口头也行 但你这个抗诉就很严格 必须理由 必须书面方式 好 记住了 来我们看 第五个区别 上诉抗诉的途径也不一样 就是那个上诉状啊 是怎么递上去的呢 很灵活吗 刚才说的很灵活 有两个途径 你既可以向原法院递交 从医生法院递交 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递交 你看很灵活 递交途径有两个 但是抗诉很严格 那抗诉书啊 只能向原法院去递交 不能向上一级法院去递交 提出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但我请问大家 无论这个诉状从哪里递交 请问最终都是交给谁啊 你们想象一下 最终肯定是交给那个 医生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嘛 你从原法院递交 原法院上诉清闸后三天内 连同案件材料 一并送交上一级 你要是从上一级递交 这个案件最终也是要送到上一级的 因为这个案件最终是由上一级法院 来二审嘛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所以这两个概念大家不要搞混了啊 就是那个上诉状 虽然可以从原法院交 可以从上一级法院交 但最终都是交给上一级法院 如果下次问你说 哎 二审上诉是向哪个法院上诉啊 你要说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听到了吗 或者那个二审的抗诉 问你向谁抗诉 你要说向上一级法院抗诉 只不过那个抗诉书是从原法院交上去的 这是两个概念表述 一个是那个文书怎么交的问题 一个是你这个上诉抗诉的 那个最终的那个审理法院 你一定是要找那个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听到了吗 好 那同学们 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 请问上诉状既可以从原法院交 也可以从上一级法院交 那你觉得从哪个法院交效率更高 你们想一下 有同学想当然 他说当然是向上一级效率更高了 为什么 因为直接就飞到上一级法院去了呀 同学们 你错了 向原法院递交 它效率更高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的演示啊 我专门给你画了个图片 你感受一下 看看向哪个法院递交这个上诉状 看看它的效率更高啊 你看一下 上诉途径啊 如果你直接从医生法院递交上诉状的话 大家看 因为那个案卷材料不都在医生法院吗 所以上诉期满之后三天内 医生法院就把这个上诉状连同全案的案卷材料 证据材料全部都送到上一级法院 请问在这个递交途径中 走了几段路 大家看这个箭头 走了几段路 走了两段路 你从原法院交 原法院上诉期满后三天内 连同全部的案卷材料都一并送到 二审法院 上一级法院嘛 就是二审法院嘛 就走了两段路吧 能听到吗 因为那个案卷材料都在医生法院啊 对不对 证据材料全在医生法院啊 所以你从医生法院递交的话 他直接连同所有案卷材料 就移送给上一级法院 走了两段路吧 来我们再看 假如你要向上一级法院递交的话 你仔细看啊 仔细看啊 同学们 如果啊 这个当事人直接向二审法院 他说我不相信医生法院啊 我要从二审法院递交 你看一下啊 你如果向二审法院递交的话 大家别忘了 案卷材料 证据材料都还在医生法院 是不是 那二审法院收到你的上诉状之后 三天内 他就把你的上诉状啊 就交给医生法院去了 因为案卷不在二审法院 他得把这个上诉状交给医生法院 让医生法院去审查 看看是否满足这个上诉的 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然后满足的话呢 医生法院那收到这个上诉状之后 三天内就把这个上诉状 连同案卷材料 注意看箭头 注意看箭头 连同案卷材料 再移送给上一级法院 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啊 这个当事人直接向上一级法院 递交上诉状的话 请问走了几段路 大家看箭头 走了三段路 是不是效率更低啊 所以同学们 听懂了没有 我说从原法院递交 还是从上一级法院递交 哪个效率更高呀 肯定是向原法院递交更高嘛 你向上一级法院递交上诉状的话 会走三段路 向原法院递交的话 只走两段路 所以前者效率更高 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 那既然向原法院递交效率更高 为什么法律还要设计 说让他向上一级法院递交呢 为什么还走这个弯路呢 为什么 因为很多当事人 不相信原法院啊 他怕原法院藏着掖着捂着呀 对不对 所以法律为了打消 这个当事人的这个顾虑 怕他不敢去上诉 怕他不相信法院 所以呢 就告诉他那你就向上一级法院递交吧 啊 你不相信医生法院 你向上一级法院递交 那也行嘛 但是呢 其实效率是更低的 同学们听到了吧 之所以啊 设计这个思路 主要是为了打消当事人的顾虑 让他勇敢的大胆的去上诉 好 这是这个上诉的途径 大家听懂了啊 有两个递交途径 好 那请问抗诉刚才说了 更严格的 他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只能向原法院递交抗诉书 来我们看一下抗诉的途径啊 大家看 大家看 医生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来抗诉吧 他向谁提出抗诉书啊 向原审法院 就是医生法院 然后医生法院呢 这个收到抗诉书以后 上抗诉期计划后三天内 就把这个抗诉书连同案件材料 因为我说的案件材料都在医生法院嘛 他把材料和证据 一并都移送给上一级法院 移送到二省法院 同学们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抗诉从原法院递交 然后原法院在抗诉期计划后三天内 连同全部案件材料 证据材料都移送给上一级法院 同学们走到几段路啊 两段路 听懂了吧 好 有同学问我说老师 那为什么这个抗诉途径只设计这么一个呢 为什么上诉途径设计两个呢 为什么不给检察院 也设计一个这个直接向上一级法院递交 抗诉处的途径呢 因为你是检察院的 检察院你不存在说不相信法院 怕法院藏着误着吧 检察院你是懂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不要浪费司法资源了 因为你向上一级法院递交 这个抗诉处的话 是走了弯路的 是浪费时间的 是降低效率的 所以从效率考虑 检察院 你作为国家监督机关 法律监督机关 你只有一个途径 只能向原法院递交 然后原法院连同全部案件材料 直接移送给上一级法院 这样更高效 更节约司法资源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好 有同学还要跟我较真 盛老师 那这个检察院 从原法院递交了抗诉状 然后呢 原法院又交给了上一级法院 你不是说法院和检察院 要门当户对吗 感觉你好像 抗诉的检察院 是那个医生法院 对应的检察院 但是一会儿二审的却是上面的那个二审法院啊 那不是门不当户不对了吗 同学们 别着急 还没说完呢 这个检察院抗完诉以后啊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看这个图片 他抗完诉以后呢 他会抄送给他的上级 他会抄送给他的上级 由他的上一级检察院 去代表他 去出庭 去支持这个二审的抗诉 你看 出庭的是抗诉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门当户对了 大家看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门当户对了 也就是说抗诉的是一审法院同级的检察院 他从原法院提交抗诉书 然后呢 一审法院收到之后呢 连同安全材料都送到上一级法院 如果二审法院开庭的话 那就会通知同级检察院来出庭 你看是二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来出庭 这样是不是就门当户对了 也就是说二审开庭的时候 去出庭的并不是那个抗诉的检察院 而是抗诉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 是他的领导代表他去出庭的 这样就恰恰符合了门当户对的这个关系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希望同学们把这个图片最好截图保存一下 这样你就知道啊 这个上诉状的递交图经有两个啊 但是呢 向原法院递交更高效啊 抗诉书的递交图经只有一个 只能向原法院递交啊 好同学们就说到这里啊 来接下来我想提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 这个检察院上下级 大家知道是领导关系 那如果上级检察院认为 下级这个检察院 他该抗诉的时候 他没有抗 怎么办 或者上级检察院认为 你不该抗的时候 你又抗了 又怎么办 或者呢 上级检察院认为 他这个抗诉啊 有一点点正确 有一点点又不当 又该怎么办 同学们 接下来我专门带你读一个 高检规则的条文啊 我们看看上级检察院 是如何对下级检察院的抗诉 进行领导和监督的 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条文啊 非常重要 我们来读一下 高检规则的589条 这个条文呢有四款 我们记住四个结论 第一 上一级检察院啊 对下级检察院 二审抗诉的案件 认为抗诉正确的 同学们 领导认为你看得对 刚才我说了 认为抗得对 那就要支持抗诉 一会儿二审开庭的时候 就是这个上一级检察院 去代表下级检察院 去出庭的 保证门当户对 同学们听懂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结论啊 正确的抗诉 那领导就要去支持 要去出庭 表示支持 来 第二种就是认为啊 下级检察院 抗诉不当的 哎 认为他不该抗 下级却抗了 怎么办 那领导先听听的意见 如果听到意见之后 认为仍然不当的 那作为领导 他就可以向同级法院 也就是向那个二审法院 去把这个抗诉撤回来 同学们 你看这恰恰就体现了检察院上下级的什么关系啊 领导关系嘛 你看领导认为你抗的不对 领导听了意见之后 认为还是不对 他可以直接向二审法院 把这个抗诉撤回来 听到了没有 这是第二种啊 不当抗却抗了 可以撤回这个抗诉 这是领导的做法啊 来 第三种结论呢 就是上一级检察院啊 认为他当抗却没抗了 认为他不作为当抗没抗 那作为领导 那就可以什么 指令下级检察院去提出抗诉嘛 为什么是指令 而不是自己去提出这个抗诉呢 因为法院检察院得门当后对啊 刚才我说了 要门当后对嘛 你这个二审抗诉的检察院 只能是一审法院同级的 门当后对的那个检察院来提出嘛 所以上级领导就算认为该抗 他也不能自己下手啊 只能指令下级检察院 去提出这个二审抗诉 同学们听到了没有 一定要门当后对的关系啊 不能够上级说我自己来抗 这可不行啊 好 只能指令 好 最后一种呢 就是上一级检察院 他认为啊 这个下级检察院呢 可能有部分的抗诉意见是对的 我只认同一部分 那作为上一级领导 他可以变更 可以补充这个抗诉理由 然后呢 制作支持抗诉意见书 通知提出抗诉的检察院 好 同学们 这个法材其实我都已经背完了 有四个意思 第一 上级领导认为下级检察院 抗诉正确的 那我就支持 一会儿二审要开庭的话 我去出庭 表示支持 第二 认为啊 不当抗你去抗了 你抗错了 那听了意见之后 认为还不对 那我就向同级 就是那个二审法院 向二审法院啊 直接把这个抗诉撤回来了 我是领导 对吧 第三 认为当抗你没抗的 那作为领导 我就要指令你去抗 第四 如果认为部分正确的 那我作为领导 可以变更 可以补充这个抗诉理由 然后呢 我通知这个提出抗诉的检察院 就是通知我的下级检察院 好 同学们 这个条文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上诉抗诉的撤回 同学们 上诉抗诉之后后悔了 可不可以撤回来呢 可以 关键你要看清楚 在案例中你要看清楚啊 是什么时候撤回来的 是上诉抗诉期满前撤 还是期满后撤 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 我们来分解一下 什么时候撤是关键啊 如果是期满前 要撤回这个上诉抗诉 你记住 因为上诉抗诉期还没满 想撤就撤 法院都是应当准许 注意啊 应当准许翻译过来 就是想撤就撤 为什么想撤就撤 因为 二十还没开启嘛 还在这个上诉抗诉期满前 不是可以反悔吗 不是可以上了撤撤的上 上了撤撤的上吗 不是要以最后一次意思表示为准吗 所以你想撤就肯定可以满足的 听到了没有 想撤就撤 为什么 因为以最后一次意思表示为准 好 但是期满后就不一样 同学们上诉抗诉期满后 说明二审法院已经正式开启了这个程序了 二审都已经开始了 你想撤就没那么容易了 请看 如果是期满后 你要撤回上诉的话 二审法院就要审查了 你看 就不是想撤就撤了 那就得审查了 审查出什么样的结论是不准你撤的 只要是有错误啊 只要是一审判错了 那就不准你撤 记住结论 见错就不许撤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二审法院要纠错吗 咱们二审法院不是要对一审裁判进行监督吗 所以有错就不准你撤 不管是判中的判清的都不准你撤 为什么 反正有上诉不加刑都抵 反正你上诉反正也不能加刑 对不对 反正也不会对你不利 所以呢 见错就不准撤 我要纠错 要监督啊 但是呢 如果是撤回抗诉 我们看一下法律怎么规定的啊 如果期满后撤回抗诉 也没那么容易啊 同样也是要审查的 那认为什么情况下 是不准他撤回抗诉呢 认为将无罪判成有罪了 将轻罪判成重罪了 那不准你撤 翻译过来 简化一下 翻译过来就是 判中了不许撤 为什么呀 因为法院都发现判中了 那就给被告人改轻嘛 改轻不就是对被告人更有利吗 有同学老师 那意思就是判中不许撤 判清就可以撤吗 对呀 为什么 因为判清了 不就被告人占便宜了吗 被告人占便宜了 那撤了不就对被告人有利了吗 反正记住一点啊 就是检察院在欺满后 上诉抗诉欺满后 要撤回这个抗诉 你就看怎么做 对被告人有利 法院就会怎么做 如果判中了 那法院就会拦着不让撤 为什么 要给他改轻才有利 判清了 那本来就对被告人有利了 那你想撤就撤 法院也不阻拦 因为法院是消极的裁判者嘛 同学们大家听懂了没有 那有同学说老师 那为什么那个上诉 在欺满后撤回 为什么见错就不忍撤 刚才我说了吗 因为上诉 反正有上诉不加刑兜底 法院不可能判对你不利的结果 所以判中判清 反正都不让你撤了 顶多也就是维持原判 不可能给你加重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啊 好 当然别忘了 死刑案件啊 死刑案件 不管有没有错 都不让你撤 为什么 人命关天嘛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如果是死刑案件 二审都已经开庭了 你说我想撤啊 你想撤就意味着你想死 想死没那么容易 所以法院是不准撤的 就死刑 不管有没有问题 二审法院都不会准你撤的 为什么 因为人命关天嘛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来把书放下一分钟 我们背一遍啊 其实这个规律很好找 同学们记住 如果考上诉抗诉的撤回 你就识别案例中 在什么时候撤回的 如果是期满前撤回的 无论是撤上诉撤抗诉 反正以最后一次 一次表示为准 你可以撤了上 撤了上 上了撤 撤了上 对吧 所以呢 就应当准吧 想撤就撤 而且你想上还能上 但是呢 期满后就不一样啊 期满后已经开始二审了 所以呢 要撤回上诉的话 见错就不许撤了 如果撤回抗诉的话呢 判重不许撤 判轻可以撤 因为判轻了 对背根人有利 所以检察院想撤 那法院是不阻拦的 但是判重了 法院就会拦着不让撤 为什么 法院要改清嘛 要对背根人有利嘛 好 最后呢 我说了死刑犯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人命关天 所以二审只要开庭之后呢 你想撤回上诉 不管这个死刑 有没有错误啊 都不会让你撤 这个好理解吧 好 同学们 呃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撤回上诉抗诉之后 那一审裁判 将会在什么时候生效呢 同学们 大家知道 上诉抗诉只要启动之后 就会阻碍 一审裁判的生效吧 那现在他要撤回 这个上诉抗诉的 那一审裁判 何时生效 还是刚才那个裁分点 就看时间 在期满前 还是在期满后 如果期满前 你撤回上诉抗诉的 还可能反悔的 因为要以最后一次 意思表示为准 一直等 一直等 要等到上诉抗诉期满 你不上了 那期满 一审裁判就生效了 好理解吧 所以说期满前 撤回上诉抗诉的 要一直等 一直等 要等到上诉抗诉期满 之日 这个一审裁判就生效了 因为你没有再上诉了嘛 所以呢 那裁判就生效了 那如果是期满后撤回来的 大家知道 期满后撤回来的 你不可能再反悔了 你不可能再去上了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 法院裁定准许撤回 这个上诉抗诉 这个裁定书 送达之日 送达之日 那他就生效了 同学们 听懂了吗 期满前撤回来的 要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期满才生效 期满后撤回来的 反正也不可能再反悔了 所以呢 裁定书送达之日 就生效 好 同学们 这个上诉抗诉 咱们就说完了 好像挺复杂的 大家不要慌 来 我们一个表格总结一下 刚才说了这么多啊 看看 他们有什么规律 记住 上诉和抗诉的对比啊 你看 上诉是人 抗诉是减 哪些人 刚才说了 除了被看人以外的 所有当事人 和他的法庭代理人 因为是人 所以就很灵活 你看很灵活 理由很灵活 不需要理由 形式很灵活 口头都行 递交途径很灵活 既能像原法源 也能像上一级 你看就体现了 他很灵活吧 但抗诉 刚才说了 抗诉是减成 也抗诉 所以很严格 怎么严格 必须理由 必须书面 必须提交给原法院 递交抗诉书 你看 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嘛 所以同学们 在这里 我可以给你总结个口诀啊 上诉和 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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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灵活 无理 口头 两极愿 你看 很灵活吧 不用理由 口头也行 能像两极法院 递交 上诉状 但是我再说一遍啊 虽然可以像两极法院 递交上诉状 但是像哪里递交 更高效率啊 像原法院递交 更高效率啊 只走两段路 你像上一期法院递交 那个上诉状 要走三段路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案卷材料 都在原来那个医生法院嘛 不要走弯路啊 好 但是抗诉很严 记住 怎么言 有理 书面 原法院 你看 必须有理由 必须书面方式 必须只能像原法院递交 这个抗诉说 同学们 其实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律 这些考点 就能自己还原了嘛 一个是灵活的 人去上诉 所以是灵活的 检察院 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去抗诉 是非常严格的 知道吧 好 除了刚才的对比之外 其他的 就不需要对比了 都是相同的 你比如说 最终啊 他们这个上诉 抗诉的法院 是相同的 都是一审法院的 上一级法院 你无论你们向哪里 递交什么上诉状 抗诉书 无论你们怎么递交 最终都是要交给谁啊 都是交给上一级法院 这个是一样的 对吧 最后都是这个上一级法院 来二审这个案件吧 好 还有呢 就是 他们上诉抗诉的对象 都是一样的嘛 都是针对一审 未生效的裁判嘛 然后他们的期限是一样的嘛 判决都是十天嘛 裁定都是五天嘛 那效果也是一样的嘛 无论你是上诉还是抗诉 都是必然引起 二审程序 一定会有这个效果啊 所以呢 通过这个表格 咱们就把上诉抗诉啊 完美的做了一个对比 其实最后 你就记住了这么一句话 上诉灵活 记住上诉灵活 无理 口头 两极院 抗诉严格 有理 书面 原法院 这就是对比 同学们 越是要对比的点 啊 越是容易成为命题点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分钟 然后进入二审的神力程序啊 差不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